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蜜子君 今天我要吃的是西北美食 虽然是在成都点点苦难 会有一点不太担忠 但是这一家是我在外卖店里面 就吃到过最符合我口味的羊肉绘馍 和这个超级无敌多层足 跟成都的军屯锅盔 口感略微不一样的香酥牛肉饼 然后这个是一碗馍 羊肉绘馍粉我点了一个青汤原味 一个红烧牛杂 这个羊杂是我自己单独再加了两份 哇哦 昨天晚上都在香蕾一口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昨晚上看了早餐种鬼 我的天 各种真的太想吃了 味俱足香浓得很 我发现现在很多外卖做粉的面的 它的包装都是汤分离的 所以还有点蹭冰饼 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口味 其实是可以再稍微加热一下 再煮一下 更稀味 看似清淡蛋汤真的 黑黑油味 尤其是加入胡椒我的妈 上一次在吃这组餐的时候说 猪肚鸡一定要加一点胡椒 哇大木炸了 大家都说对对对 胡椒猪肚鸡我的挚爱什么什么的 看来大家 最后还喜欢胡椒拿个味 它们家的羊肠做的真的是软胖 而且我觉得羊肉会抹粉 不光是汤头要好 这个小葱也必不可少 小葱就咬破了之后 一口粉啊肉啊 加一点小葱 哇哦 提香 就像我们吃面啊肉啊 这些来一口大蒜 哇哦 小葱在里面是一样的效果 得到香味昇华 嗯 嗯 嗯 它其实这个馍呢 已经是帮我们掰了的 但我觉得我还想更小一点 吸味一些 哇这个馍知道 老棉馍好有嚼解 加了一碗汤 你们看这个馍 密度高得很的馍 因为我之前去过一次甘肃 然后吃了西北的面食嘛 我会觉得正宗的差不多都是这个味道 吃起来真的是贼香 这家还是算正宗的 这家评论只有26个 4.9的高分 大家都说真的太好吃了 光东人标示围到柯义 在滕都到了亨就回眸 终于发现一家 这个就是从小吃到大的早餐 味道还是那么会死 但汤底有点过于清淡的 我觉得不太清淡 所以呢我就叫老板帮我多葱多油 嗯 好好吃啊 这个饼 它是这种薄的 薄颗的 然后它里面是加的牛肉跟大葱 它里面的馅是更湿润一点的 它不会像君童锅盔那么的千层 它馅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内部 但内部的馅又是很多层软而润的面皮 去覆盖着它包裹着它 然后最外面这一层就是这种薄脆感极强的壳 看它的硬壳呢是透明的 然后君童锅盔的硬壳呢它不是透明的 嗯 听说西北的羊肉汤看似清淡 但跟鸡汤什么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它里面呢会带辛香料 就胡椒吃吃下去 整个辛啊胃啊都是暖暖的热热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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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一家早餐店为了我们六七点钟能吃到热腾腾的美食 热腾腾的早餐 尤其是自己创业的个体户啊私人店铺这些真的是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起来做准备工作辛苦 我自己还是挺想做餐饮的 因为我爱吃喜欢吃 所以我会觉得做餐饮应该也是我就无论再辛苦再怎么样也是会怀着热情的充满欢喜的去做 而且我也相信是一定能做好的虽然很困难虽然不简单 可以划错回来煮辣煮食性简单都不简单 所以呢有这个能力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哦 那我觉得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 一定就会把它做好 哇天吃的西北的早餐整个人都好热血啊 嗯 这汤是可以喝的精光的 有广源的诺基金吗 之前去广源秘食的时候小青青带我去吃了一家 就是羊肉泡沫粉 好吃吧那一家 虽然不是广源的美食 但小青青特别喜欢那一家 我也觉得味道特别棒 今天吃的这一家外卖跟那一家差不多 还有一点汤 倒进去 羊肉泡沫倒进去 OK 我来整个来玩红烧羊杂粉了 哇这个红烧羊杂粉真的 我在成都整理很少吃到比较好吃的 明显 但它们的粉不够软 因为它这个气氛吃起来是比较脆口的那种粉 我更喜欢稍微软一点的 因为毕竟吃河豚豚豚脏脏脏的玩意 嘴巴有点条 但它这个红汤味的不掰了 香的很 它很纯香的 它的香味会在你口腔中 哪怕你把食物已经咀嚼了 咀嚼 吞咽了之后 它的香味还挺溜在你口腔中的 是白酱 它的香味 它这个甜口 它很不够 在千蚊里加热 Contact 它是有多厚的 非常有趣 它在咕比较 真的不知 最后一切 天气凉了的地区 诺鸡鸡们就除了我们要多添加义务 好像一个老母亲 就我们吃的话尽可能的多吃一些牛羊肉 汤锅什么的 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暖和起来 食疗进补 哦对了 然后最近大家都有问我的穿搭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这几个品牌 一个是拉拉包包 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就是拉拉包包 就是哪个卡绒系列的联名款吧 因为拉拉包包它的整体设计啊 感觉是很年轻化 但是又不是时尚的一个品牌 而且它的用色啊各方面都可以让我看起来更少女 可以让我看起来更简明 然后休闲穿起来也很舒服 然后还有就是快时尚的UR 我80%的衣服都是U2的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咸鱼号啊 应该没有诺基基不知道我的咸鱼号吧 我咸鱼号就是八玉米啦 哈哈哈哈 老面太香了 但我记得我第一次点他们家的时候 不是这个黄灰色的 但今天这个惠莫真的太香了 好的惠莫非常 它是韧劲软劲度刚刚好 它不会过于软 它是很有嚼劲的 而且你在咀嚼的过程中 那个老面的香味 我慢慢的散发出来 真的是一决 像这种老面惠莫 就家里面自己用烤箱能做嘛 它是说一定要那种 自己弃的那种 有历史的土去做的那个炕 才能做出来这种香味 但是我听我妈说 就胡椒粉啊 这些吃多了会燥会上火吧 所以大家平时吃饭啊 什么都要进口了的 还是清淡的口味比较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爱生活爱蜜子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蜜子军微信公众号蜜子军 MarysMIS 跟我一起做一个快乐的车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蜜子军MarysMIS 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的 我会在上面继续回复大家的 就还有容我头发 我的头发真的很简单 就自己乱砸的 想怎么砸就怎么砸 没有固定的那个 今天这个就很简单 那头发就在这里捆了一个小橡皮筋 然后把它 穿过来 哎 用了的小辫子就成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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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